光耀給了我一個看法 第一,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 另外,選擇了大灣區發展策略 這個對香港來說是最有利的 這個光耀亦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可以通過大灣區先行先試 就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們 我覺得香港的位置一定是重要的 就肯定了我們香港的長處 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 這些來講,我們已經是長處已經具備了 所以你看看公布之後 馬上在香港靠這個宣港會 法改委的負責人 以及廣東省的省長、澳門的特首 都一起聚集在香港 大家一起去推動這件事 這個疫情在某種程度 亦都突現了我們香港的重要 很多東西需要我們去研究 如何去落實、去發揮 細心去再看清楚一些 就是我們未來有一個發展的路向 那麼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就著發展路向裏面 我們多一些思考 提多一些建議出來 其實在香港社會裏面 各階層都可以提意見 不同的專業 或者年輕人 做生意的 或者我想回到安老 都可以提出他自己的想法 現在亦都有很多東西 是障礙著我們互聯互通 如果我們能夠按照光耀的精神 打通這些脈絡 那老百姓一定可以的 9加2的城市 大家的交流、互通 會更加加快了、促進了 用各自的優勢 去提供一個很好的經濟發展的機遇 以及可以令到大灣區裏面的市民 大家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香港的社會 一小部分人 因為基於對內地的不信任 你說很多東西給他聽 他都是懷疑的態度 從負面的想法 但是不要緊的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一路路發展 大家就會明白的 明白原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給我們香港 對於我們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 會有新的亮點 或者有新的推動 我們公開哪怕 我是 mauvais 發展 我們還是21